嗨,我是熊大 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软糖 然后呢,它就在我的眼前咯 这里的话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材料 等一下我会边制作边给它去介绍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200克的海藻糖倒入过中 然后还要加入适量的柠檬汁 再加入250克的清水 然后呢,开小火去加热 将它一直煮沸 海藻糖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2 和不饱和的脂肪酸 可以起到软化血管 还可以降低血压的作用 然后我们海藻糖啊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甜度是遮糖的45%左右 好了,讲到这么多 糖浆也正好熬到115度了 可以离火放一旁备用了 然后呢,我们再另外准备一个锅 加入50克的玉米淀粉 1克塔塔粉 150克的水 同样开小火去加热 这个时候要不停的去搅拌 将我们的液体一直加热至浓稠的状态 这个变成浓稠的状态就是在一瞬间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离火了 紧接着我们少量多次的慢慢加入前面烧好的糖浆 每次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入下一次的糖浆 动作的话最好快一点点 因为时间久了之后,我们的糖浆还是会凝固的 所以呢,如果有动作慢的小伙伴 可以在熬糖浆之前 把这一锅的料先盛好 接着我们加入适量的草莓粉 来调一下颜色 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的糖会更好看一点 也会更好吃一点 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开小火去加热 又是考验耐心跟麒麟病的时候了 继续搅拌,避免糊底 记住这个状态啊 拉起成倒三角的形状 倒入铺好保鲜膜的容器当中 偷懒不铺的话会后悔死你了 定型前呢,我们不要忘了在上面也要盖上保鲜膜 防止变干 接下来就放入冰箱冷藏定型吧 然后呢,取出冷藏好的 我们再软糖 切成小块后 接着在上面裹上适量的海藻糖 或者棉白糖也是可以的 好了,我们这款土耳其软糖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样子就完成咯 大家也可以自己切小块一点 这样子会更好吃 因为用了海藻糖 所以甜度并没有那么甜 而且还很健康 我是熊大 喜欢我的话不用三连不用投币点个赞就行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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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